Hello 我是雅恩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YouTube Music的2022年回顧 那會開始用YouTube Music主要是因為我想要用那個YouTube的Premium的那個方案 然後就找到一個方案是綁定他的Music和Premium的一個 那時候在推的一個優惠方案 所以就連帶的我就想說那 那Music的部分就也是下載來用 然後我這裡主要聽的都是華語歌的部分 那跟YouTube一樣我把它分成最常聽的歌曲 還有最常聽的歌手兩個部分 那一樣都是一到五名 好那我2022年最常聽的歌曲的前五名 第一名是蕭亞軒的不解釋親吻 第二名是蕭亞軒的表白 然後第三名是那個黃庭瑞的我們 第四名是亞特蘭提斯的New Game 然後第五名是亞特蘭提斯的我不是小氣鬼 好那第一二名是這兩個蕭亞軒的話 那是因為我有一次在Dcard突然翻到一個 有人在講說以前蕭亞軒的唱跳的功力怎樣的一個文章 然後就突然想起其實有一陣子我也會去聽他的歌 所以就找了兩個我對他比較有印象一點的歌來聽 這樣不解釋親吻還要表白這樣子 那第三名的我們他這個是由一個創作歌手黃庭瑞所寫的歌曲 然後黃庭瑞其實是那個相信音樂的一個歌手 然後他當時候出道這算是出道前就發行的一首歌曲 就是他把它當成網路劇奇蹟裡面千島片的一個插曲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把它收錄在出道專面 那其實他是一個從小就學音樂 都是讀音樂班的一個歌手 然後他甚至後來有一度有機會去美國念書 但是後來他放棄了 因為機會跟那個相信音樂去簽約 然後能夠出道成歌手 然後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吧 那我覺得他的那張專輯的風格是還蠻多變的 然後就是不會把自己限制在過音樂的人 就應該是唱怎樣的歌曲的一個框框裡面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聽聽看 好那亞特蘭提斯這個團我要特別標注一下 再說明一下 那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正式的團 是那個原子少年裡面有六位參賽者一起組的團 那算是自發性組的團 所以他們並沒有被任何的公司簽約 所以也沒有一個正式的發行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YouTube Music的好處 就是說如果你在一些音樂平台上面找不到他們的歌 基本上在YouTube Music都還是可以找得到 所以像他們這樣子沒有任何發行公司幫他們發的團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YouTube 只要他們在YouTube上面有上傳任何的紀錄 其實在YouTube Music裡面都可以找得到這樣子 好那回來說明一下那個亞特蘭提斯這個團 那他們是由六個那個成員所組成 由Max、李哲妍、高友翔、林嘉誠、吳玉婷 還有呂之羽這六個人所組成 那他們就是當時候因為疫情變嚴重了 所以他們就自己組了一個團 然後到目前為止大概寫了15首歌 在YouTube Music上面能夠找得到他們的音樂 那其實後來我也發現他們的歌曲 因為沒有正式的發行商幫他們發行 所以也有放在一個叫街聲 街就是Street的那個街 然後聲音的聲的這個APP裡面 那其實這APP好像我沒有認真去看 但是應該他的意思應該是說一些獨立製作啊 還是甚至是你自己想要把自己的創作 留上去都可以的一個平台這樣 那他們在那個平台上面有放一些他們的歌這樣子 好再來是前五名常聽的藝人 那包括黃庭瑞、SF9、蕭雅軒、五月天還有ONE US 那黃庭瑞這時候會被放在第一名 應該是因為我一開始用YouTube Music 就是主要的目的是拿來聽他的歌這樣 那SF9的話可能我之前也有在這裡聽一些歌 那蕭雅軒就不用說我就是大部分聽他的歌的時候 都是YouTube Music這邊聽的 然後五月天應該是當時候我一月去聽完演唱會的時候 回來有聽一些歌這樣子 那ONE US應該是有一點早的記錄 但是我也沒想到他會列入這樣子 好那因為Spotify和YouTube Music這兩個平台 是在不同的時間點把他們的回顧發出來 所以我才會把它拆成兩支片來講這樣子 那因為目前我YouTube這邊都是拿來聽話語歌比較多 所以這裡的綁單就是花語歌的綁單可能是會比較準確一點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掰掰